罗浮柱 当赞 罗浮柱 当赞 都算声喊的震天尬响 新北市戏纸区武党级立委候选人罗浮柱 抢票再出招 昔日好友艺人郭美珠 以及电视名嘴蔡玉珍等人 组成珍珠助选团 帮忙到黄昏市场助奖拉票 不过仔细看里头有个人超眼熟 这不是国民党前台中现议员王佳佳吗 民间好友 然后罗媛是一个很有风范的长辈 顶着敏感身份 怕不怕被党计处分 王佳佳四两拨千金 不过连续获得多位泛兰朋友湘婷 看得出罗浮柱一路拔装很成功 要抢票罗浮柱再加码 在竞选广告里化身小黄司机 要帮戏纸民众解决交通问题 罗浮柱这次再出来 就是要让市民大道一路延伸到戏纸 广告最后还摇身一遍成为土地公 强调自己才能守护当地选民 而这广告可是下重金在各大电视台 强力放送 又是要面对两个大集团 短时间要如何让选民来看 我们端出的牛肉是什么 才做这样的广告 罗浮柱来势汹汹 不过同选区民进党候选人审发会 也是有备而来 是现选举人普遍的事情 大家这个有花经费 就可以请到艺人来站台 找来维鱼刀苏家全助阵 审发会老神在在 新北市戏纸区多了罗浮柱 也成为三强鼎立一级战区 三地新闻 游博志秋暗柔台北报道 最后就是要来的